在前朝國鎮時期 因為股權交易告追 而被擱置的大馬城計劃 今天宣告正式復工 那首相敦馬和財長林冠英 也出席見證了今天的簽約儀式 雖然場面很隆重 但在記者會上 他們卻很幽默 當記者提問敦馬有關 大馬城新協議的條款時 林冠英是秒速強達 我剛才說 請問我講 請看我的講話 讓你不要擔心 大馬城新協議的條款 所以不要問 大馬城新協議的條款 而大馬城新協議的條款 不斷表達 財長重複了這麼多次 自然不需要敦馬親自回答 那敦馬還需要說什麼呢 大馬城什麼時候 才會動工興建呢 我認為很快 我告訴他們 立即開始 因為我希望看自己 還會開年紀的玩笑咧 不過記者還是趁機問了另一個熱門課題 就是蒙古女郎炸屍案的課題 非常精簡地回答 但為什麼他們都在笑呢 是叫那集指控西蒙聯手阿茲拉陷害他 想太多了嗎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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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